听到大人们聊天 一二三 木头人 过关 一二三 乔虎你怎么了 对不起 我忘记妈妈交代我要帮花交水了 可是我还想再玩呢 我也是 我也想继续玩啊 那要不要来我家呢 好啊 那就去你家 我回来了 都没有人在家吗 我觉得好可怜耶 冰箱里面有饮料哦 我等一下去哪 谢谢你 太好了 我都快到了 好好喝啊 我觉得跟大家一起喝特别好喝 对了 我们要玩什么呢 大夫 来 请进吧 不好意思 就这么过来了 明明只是买东西碰巧凑在一起而已 没关系的 机会难得我们就边喝茶边聊天吧 打扰了 今天家里刚好有泡芙 那要喝什么饮料呢 真的不用这么客气了 吃泡芙 吃泡芙 小花 你好可爱哦 是六 一二三四五六 走到重点了 我是第一名 好 我也可以 嘿 哎呀 乔布妈妈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啊 是难得这么干净 平常到处都堆满孩子们的东西呢 哎 是这样嘛 是这样吗 那就好 我们家也一样侯 怎么了嘛 我刚刚好像听到我妈妈的声音 陶俄宾 这泡芙很好吃 是我妈妈的声音 就是啊 这样小虎还有得吃吗 真的是我妈妈 泡芙还有没问题的 我妈妈出去买完东西回来了 我去拿泡芙 大家一起吃 我常常在公园里看到小虎 他都会跟小花一起玩呢 是啊 真是个好哥哥耶 他们在夸奖我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有时候看到朋友过来 他就会丢下小花一个人 只顾自己的跑出去玩了呢 我还以为会说我的好话呢 看样子 他们好像并不知道 我们在这里耶 不知道妈妈他们会在我们不在的时候聊一些什么事情呢 话又说回来 放暑假真的很辛苦耶 为什么放假期间这么长呢 就是说啊 每次玩都流一身汗 衣服都洗不完呢 真希望幼儿园能够快点开雪 好像随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耶 对了对了 我们家桃乐比啊 最近开始摆起哥哥的架势啊 总是一脸得意的模样 命令多多他们呢 快呀 赶快整理干净吧 哥哥也要一起做啊 是你们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耶 你们别这样啦 我为什么要听他件事啊 奇奇前阵子也是啊 她偷偷摸摸的待在我房间里 我开门进去一看 奇奇 你在做什么呢 妈妈真是的 明明就说我不能跟别人讲的 太好了 我妈妈没有过来 有人在家吗 是妈妈 欢迎光临 我们家妙妙也是 几乎每天都跟哥哥吵架 星期天 我做松饼给他们当点心 哥哥的松饼比较大吧 会吗 都一样吧 那我们两个交换好了 你干嘛 还给我 丢脸的事情 就不要说了嘛 没想到他们都是在提我们的糗事 我实在是不想听 是啊 已经这么晚了 奇奇待会就回来了 得回去准备点心了 这里我来就好了 你们先赶快回家去吧 是吗 不好意思啊 那就麻烦你了哦 谢谢招待了 我们先告辞了 小花 你在做什么呢 有好多鞋子哦 可以进去吗 妈妈 你好过分 怎么回事啊 一直到刚刚你们的妈妈也都在这里哦 我们知道 那么你们应该到楼下来 跟大家一起吃泡芙才对啊 我们本来是想下去的 对吧 听到我们聊天了 说什么希望暑假赶快结束的 说的都是我们的糗事 好讨厌哦 其实天底下的妈妈都很爱自己的孩子 也包括他们所有的优点跟缺点呢 是这样吗 是啊 我懂了 你们并没有听到我们最后在聊什么嘛 嗯 后来啊 我们聊的就是自己孩子的优点咯 真的吗 是啊 陶乐比 昨天吃点心的时候 只有多多的那一份少了一个章鱼烧 对不对啊 嗯 听说陶乐比把自己的其中一个章鱼烧 分给了多多对吧 妈妈夸你非常的懂事呢 陶乐比好棒哦 呵呵 因为我是哥哥呀 琪琪也是哦 放暑假这段期间 一直都待在店里面帮忙呢 你帮了很多的忙 妈妈非常的感谢你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夸奖我们的话 应该先说出来才对嘛 那我的事呢 当然也夸奖你咯 妈妈因为工作很累 回到家 妙妙就会帮忙按摩呢 你对妈妈很好耶 只是偶尔才做啦 松了一口气 就觉得肚子好饿哦 你们可以先在我们家吃泡芙 不过妈妈们正准备你们的点心呢 我要赶快回家咯 我也是 小虎 小虎妈妈 谢谢交代啦 拜拜 那妈妈 你有跟大家说我的优点吗 哎呀 妈妈好像忘了耶 骗你的啦 妈妈说你是世界无敌的乖宝宝 太好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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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